今天是星期一,荔枝一點 Jeffrey Jorgensen 我不知道是哪個來的 但Jeff Bezos 你應該會知道 我們今天來講講亞馬遜的創始人 曾經的世界首富,貝索斯 1964年,有個高中都未畢業 只有17歲的小姐姐,生了個小孩 而這個小孩就是未來的世界首富,貝索斯 所以說,有兒子趁亂生,是有道理的 貝索斯的親生老爸,叫Jorgensen 但他四歲時,媽媽改嫁了一個叫Mike Bezos的人 於是他改名叫Jeffrey Bezos 他是爺爺的牧場 所以從四歲到十六歲,每個暑假都住在爺爺 跟著爺爺一起做事 爺爺是格式很多東西的 外國的爺爺,沒有我們的爺爺爺這麼厲害 不會說這個不用做,那樣不給做,一樣都危險 拿個打火機,怎知道香都會玩火危險 明明不是富二代,但有兩個工人跟尾 他爺爺教他,做人要自力更生 能夠自己做到的事,最好自己做 還有,最好弄清楚他的原理 例如一隻羊生病了,牠為什麼會病? 要點醫,劏死牛要點湯 所以他小時候對這些奇怪的事,很感興趣 家裡的車褲,好像他的私人科學展覽館 這樣沒用的,這些是靠潛移物化的 完全新教的 自己回家,攤著滾手機 大家就逼兒子學這個學那樣 沒用的 開到十六歲,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 跟很多人一樣,兼職做麥當勞 很多人看不見麥當勞 但貝索斯後面說,拿薯條那時候 他認識了自動化,標準化生產這什麼 在櫃檯,學識了何謂客戶服務 光炸薯條,他都覺得很過癮 我令他明白了,專注做一件事是幾不重要的 很多人都看不見這些工 但其實再細的工種,都學到東西 我未曾經做過 但我做過Pizza Hut 不過不夠三天,就被人解僱了 我站在門口那時候,不夠笑耳熊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見到別人 都笑得整天傻嗨,吐小會合臉 所以我二十年前,適合銷售賣樓的時候 客戶非常喜歡我的 有一個成績很好,所以被普林詩雲大學錄取了 開始是讀物理的 但讀讀下,他就發現,物理這件事 不太適合他 所以就改行讀電器工程和計算機 我很久沒有上學了,不知道現在市道是怎樣 以前我們不能隨便改字緣 高考的時候,傻嗨嗨報了工商管理 就不能讀讀下,改讀計算機 鬼佬這件事,是真是不錯的 由於是名校,所以畢業一堆大佬 扔offer給他 例如英特爾,諾基亞這些 但他都拒絕了 他去一間初創公司做事 搞金融科技 做了幾年,他覺得,學到東西了 跳槽去一間對沖基金公司做事 初創公司,雖然一百間裏面 加九間,老闆都不靠譜 因為到刻就在那裡畫餅 因為什麼都要做,是真的學到東西的 他在這間對沖基金公司做了幾年 還做到副總裁 我對言之,他有多麼聰明 多麼厲害 但聰明的人也有些奇奇怪怪 他突然想結婚 但他沒有女兒 於是他鎖在自己的房間裡 寫了一些理想對象的清單出來 發佈雙體機構,直接去雙體 參加了幾十次的雙體活動 變成了雙體專業戶 但都看不對的 不然他覺得別人傻嗨 不然別人覺得他傻嗨 終於1993年找到一個跟他同憑 拍了三個月拖 就結婚了 他老婆幫了很多 但在2019年 也是離婚的 在1994年 他覺得人生好像沒什麼意義 賺錢不多又不少 但總是拿了什麼 又鎖在自己的房子裡 想了幾天 原來沒受過創業的摧殘 從那一刻開始 就注定了他以後會變成一個光頭 當然他這麼有錢 可以有直發的 但是光頭有變色度 變色度這件事很重要的 你看金證 他創業不同 很多人那種創業 自己熟哪樣做哪樣 他希望找一個有前景 可以量快的行業來搞 於是又鎖自己幾天 列了一堆行業出來 連買冷藝都列出來 後來他發現 互聯網這件事厲害 每年的增長速度好像火箭一樣 他覺得可以用互聯網賣東西 第一開始 他沒有搞到現在這麼大 都是專注一類商品 他覺得書這件事 可以搞 一類目多 而一本書 例如《無山減》 有《貝圖》的金譴梅 不是說每間書店都可以賣 這就是互聯網賣東西 可以跟實在店PK的優勢 想到他馬上開波 馬上開波 馬上先找自己 用來開刀 水了老爸老母30萬美金 做項目的啟動資金 就是這樣 亞馬遜就出來了 早期沒有那麼多人幫忙 售貨 售貨又是他打包自己來 會計有水的老婆來做 因為很多禁書 線下的禁書都找不到 所以上市無奈 已經有幾十張訂單 來找個比較靈敏的個人投資者 知道之後 不如殺我玩吧 貝索斯找了二十個人 每人五萬元 總共查了一百萬 去到1997年 美國的家用電腦比例 已經去到35% 貝索斯覺得 是時候搞大它 上市 每股一元七毫三 冒了五千四百萬回來 不夠一年 跟互聯網相關的股票 好像傻瓜一樣 亞馬上的股票 必須到六元 比打劫 貝索斯心想 有錢了 可以搞大一點 於是他發電郵 給客人 問我們 除了輸之外 你還想在互聯網上 買到什麼 收到回覆 是五百八門的 我要買魚關 我要買奶粉 我要買相機 我要買神油 但你搞那麼多 沒有錢 怎麼搞 但是那時候的亞馬上 很有錢 股票市場好像瘋了 不用一年 亞馬上的股票 又從六元 標到八十元 上市不夠兩年 貝索斯的身價 已經去到一百億美金 你說搞什麼 不可以搞 貝索斯就說 好吧 盡量一招 誰知一招 都還沒進 市場就開始倒了 所以股價 和最高是一百一百三元 又跌到六元 差點倒閉 無論你外表多不光 見到最討厭的班主任 你都笑得出 但頭髮呢 沒有騙人的 我的頭髮呢 都可能搞互聯網 出來的時候 開始少 好最 雖然股價 就不帥 但數據還不錯 就頂硬上 市道不好 只有兩條路走 開完截留 不能開完 就截留 炒人 一夜炒了十四百分的員工 原先呢 自己賣貨 2002年呢 自己都搞不定 不如叫那些人自己上 我們中間抄稅 就是這樣 一個第三方的網絡交易平台 是出來了 由於這個想法 就算市道再差 現在呢 投資人呢 都是有眼的 尤其是馬雲都不會照抄 於是呢 股價又升了一點 後來市道好回來呢 他推了很多 新業務出來 例如雲基酸 電子書 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還搞了火箭 如果不是離分割一些出去呢 馬斯克呢 可能未必夠他有錢的 但亞馬遜呢 長期將靜利潤這條數 做到很低 但2015年 可能想過一波救财 7月份呢 發佈了一份報告 靜利潤呢 遠遠超過了這個市場的預期 資本市場呢 是這麼說的 短時間裏面呢 不是說你業績好 股價就會升 業績差呢 股價就會跌的 而是呢 業績比預期好 股價就會升 我猜你今年呢 最多賺1元而已 誰知你賺10元 那股價就會飆上去 2015年這一槍呢 亞馬遜的股票交易額呢 增加了18倍 股價回了1倍 佩索斯在一個小時裏面呢 超過70億美金 一聲 變成全美國第五有錢 去到2016年呢 新加已經超過500億美金了 這個勢呢 已經不是會不會成為世界首富的問題了 而是幾時成為世界首富的問題了 到2018年呢 貝索斯說 我們準備進軍印度 那樣 那些投資人心想 哇 十多人口的大國來的 只賣咖喱都行 股價又一聲呢 於是呢 超過了這個比爾蓋茨 成為了世界首富 然後呢 線上購物變成了一個主流 亞馬遜的股價就越來越高 錢對他們來說呢 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是時候玩換妻的了 那他這個換妻呢 不是那種變態玩法 他是玩離婚 那他都算好人來的了 不像是麥多克呢 那麼混蛋的 他分了幾百億呢 給他老婆 那貝索斯的人生呢 不算得上蕩氣回場 但是看回他的成長市呢 都是一步一步一慢慢升級的 從麥當勞啊 去創業公司啊 去對沖基金啊 再創辦亞馬遜啊 做回最普通的打包園啊 圖書銷市啊 都是一步一腳印的 所有的成功呢 都是用時間和汗水呢 換回來的 還有頭髮啦 股票市場是例外來的 先不過企業家都想上市 去趕我們 但是你說啊 這個世界呢 是上市公司多啊 因為是中彩票的人多啊 知道這個概率之後呢 就不要一天到下 打算創業上市呢 去割九彩啦 難過做相識琴的 這個就是世界首富 貝索斯的故事啊 下次見 拜拜